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我们的老朋友蝉思 单手蝉思是如何做到松腰松胯穿掌 那么这个是我在教学蝉思的过程当中的第三个环节 咱们都在聊 你看 还是从侧面看 最容易看清楚你的腰当的运动 单手正面蝉思 动作一 松右胯下履一重心 当走后虎左一重心 二 松左胯相合 右手随着身体的左转 慢慢合于你的小腹丹田 身前中线 好 那么三 我们在这给大家说了 如何做到松腰松胯去穿掌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松腰松胯的时候 你的范围肯定是折叠下去的 这个就叫松 那么如果你不松的话 你是不是就这样 顶着膝盖 顶着腰 顶着胸就过去了 然后再转的时候 你的膝盖是不是要打圈 对不对 那这个是顶 那松呢 你坐在 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 在这个坐到这的前提下以后 你看 我们的腰胯是向下松沉的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右腿并没有将劲完全放完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你旋怀转膝 轻轻一蹬右腿 你的右手的穿掌劲是不是 就放出去 放出去之后来紧接着翻掌移重心 然后以身带手 你看手在这个原地螺旋的时候 在翻掌的过程当中 随着身法的移动 慢慢的将右手带领你的右侧 进行一个翻掌外棚 在随机在松右胯 结合上左腿的登进 合进 然后再把你的右手 送到你的右膝上方 再松右胯 再做一个循环 你看松右胯下沉 二松胯相合 三登腿穿掌 你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坐在这 一定要合住 一定要松下来 对吧 然后翻掌移重心 松胯转腰 还原定势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老师们 我突然间的一个 一个放松就这样 这样的放松 和移重心 放松 这样的一种 突然将腰胯 进行折叠 重心猛然一下的这种下沉 做一些夸张的这种表现 就能让你看出来 你在穿掌的时候 你的前提条件 肯定是要把你的 当胯 合住 合住之后 你的腿才能有蹬劲 有了蹬劲以后 你的腰关节 才能放松相合 如果你的腿上 都没有劲的话 你都顶着 往前顶着 顶着宽 那你在坐的时候 你看你想蹬腿 拧膝盖往上冲 拧膝盖往上冲 那你是不是就 腰都用不上 所以说 我们要做到 松腰松胯穿掌 那你肯定先要 把你的腰当胯 形成折叠的相合 形成重心的转换 在重心转换 折叠相合的过程当中 带着你的腰 它是放松的 它不是来回乱拧 它就是一个松转 然后再转一点 一中心松转再转一点 是不是就是很放松的形态呀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理解 这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刻意的 老师让我穿到头顶 我恨不得穿到天上 所以这样的情况 你的身体就拧了 就紧到一起了 所以越放松 腰胯折叠的越灵活 腿部运转力量的越舒畅 那你的腰胯就越松 顺带着你的掌 也就越舒畅越通大 那么今天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练习禅思识 如何松腰松胯穿掌